楊安立、一位傑出的倡導者、律師及工程師 正式在名市的金刀海船皇宮餐廳舉辦了 參選名市市議會第二區的競選啟動蔓延 當日活動吸引了450名社區成員及支持者 楊安立希望能夠持續增強社區福利 與相關的安全議題 我是一個有精神問題的人 我是離婚的律師 所以我每天都會看到很多有精神病的人 尤其離婚的時候是一個很困難 很stressful的事情 所以很多我的客戶進來 我就會看他有paranoia 有schizophrenia 有這一方面的 所以我想要spread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有更多的support services 這樣子可以幫助需要的人 因為我是這裡的business owner 我當然想要蒙世的business 越多越多 不要像以後的Chinatown 我想要拉更多的economic development進來 然後第一就是要多一點的parking 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那個 原來要在那個ABC Cafe的那個parking structure 把它成立起來 因為你看每個附近的這個城市 Alhambra, Pasadena 有很多人來吃飯啊做生意的 他們都有這個public parking structure 因為Alhambra那個main street 他們有個幾層樓的parking structure 去那裡停車就可以去吃飯啊 去餐廳 Presedinia是好多的public structure Montreepark就差了一點 連今天停車場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塞這麼多個車子 我們今天450個人 所以沒有停車場的話 客人就不會來 客人不來 生意就沒辦法做 所以第一就是把這個underground parking structure做起來 這很重要 楊安立憑借在電器工程 法律和倡導領域的多元背景 為名市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帶來了全面的技能集和新鮮視覺 作為一名在家庭法 知識產權和商業法方面 受到認可的超級律師 智力幫助無數個人穿越法律挑戰 在競選啟動活動中 楊安立分享了他對城市的圓景 強調了實現教育可及性 提高安全措施 社區父權和全面心理健康支持的重要性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教育可公司 學習